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暂时带领秘书一职 而且还没有了假期 就连穿衣服的选择权都没有了 更重要的是 还担任陆继明的情感助攻 陆继明当着苏维然的面 让柠檬丢了面子 吸走了饭桌上的柠檬 便觉得是柠檬本人过于交情了 所以把问题抛给了杨小阳 没想到陆继明竟然把问题简单化 只提到了简单的倒水 却对柠檬的学长避而不谈 让杨小阳误解 自从天台稳之后 陆继明一直耿耿于怀 两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不能单独相处 即使在工作上 陆继明都要把好兄弟曾宇航叫上 他没有办法单独面对柠檬 曾宇航开会没有迟到 但也惹得陆继明不高兴 不过曾宇航真是给陆继明创造了各种机会 但陆继明却不好好把握 让人着急 知道陆继明喜欢喝柠檬泡的咖啡 所以自己喝苏打水 给陆继明泡咖啡 结果却被陆继明拒绝了 还生成杨小阳泡的咖啡 想刷锅水 之后又邀请柠檬一起吃午饭 结果陆继明 柠檬二人一起拒绝了曾宇航 的确有些默契了 这让曾宇航都觉得奇怪 而且当陆继明用朋友身份向曾宇航咨询问题时 显然暴露了陆继明的圈子 除了曾宇航这个发小 陆继明基本是没有朋友的 陆继明一直想要和柠檬把事情说清楚 没想到曾宇航这个点灯泡突然出现 打乱了陆继明的计划 甚至还帮了倒忙 让陆继明误以为柠檬喜欢自己 曾宇航一直非常关心陆继明的感情 毕竟韩一梦是在他心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可是韩一梦有自己的事业跟爱情 陆继明连备胎都算不上 而且 曾宇航也觉得柠檬跟陆继明很般配 两人在创业大赛上相遇 陆继明跟柠檬划船的戏份简直太逗了 陆继明瞎指挥 甚至数落柠檬 气得柠檬直接撂挑子了 两人也终于心平气和地开始聊天 陆继明把柠檬当作哥们 虽然能看出柠檬脸上的失落 但是苏维然的及时来电却恰到好处 不过当知道是苏维然的时候 陆继明却直接问柠檬是不是喜欢他 但是没有得到柠檬的答案 相反则是对苏维然的称赞 同样优秀的人 陆继明从来没有听到柠檬这样夸奖自己 而在下船的时候 陆继明又刻意伸手拉柠檬上岸 可是柠檬却拒绝了 这种下意识的动作 估计陆继明自己都没有想到 但是柠檬对他的无视 的确让陆继明心碎 柠檬对陆继明没有任何妄想 是他自己想多了 不过这个落寞的眼神似乎更加让陆继明心碎 你觉得呢 陆继明跟柠檬摊牌后 柠檬在船上低头露出了一抹自嘲的笑 也许之前柠檬确实对陆继明有点小鹿乱撞来着 毕竟陆继对柠檬的在意 周围的人可全都看出来了 柠檬也是个姑娘 不可能没感觉到 从出差尽叫开始 到送医院照顾 被人关心 她心里应该有了一点点温暖 闺蜜发来的测试连接 犹豫不决 不敢点开 当听她很认真地说要和自己谈一下的时候 柠檬的心中没有一点点涟漪 那是不可能的 既有点慌乱 不安 期盼 又害怕听到结果 结果好家伙陆继的一顿疯狂输出 柠檬如释重负了 内心恶死 果然不可能 柠檬随之而来的情绪不仅是自嘲 还有一点淡淡的失落 不过很快就被掩饰过去了 赶紧搬出男神掩饰 这下柠檬的爱情小伙苗被陆继浇灭了 被浇灭的柠檬彻底清醒了 不再过多的身体接触 伤害的时候不牵陆继的手不是赌气 而是代表更加独立 有一点点失落之外 更多的是松了口气 毕竟柠檬之前每次别人提到喜欢陆总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柠檬都是表示强烈的 生理性拒绝的 什么被驴踢了 什么绝对不可能 倒是陆继明在听到柠檬对苏维然的感情后 还有点吃醋 陆继明其实早就动心了 只是一直分不清自己 到底喜欢的是柠檬本体 还是梦解身体 一直在反复纠结 下期开始应该会明朗些 毕竟梦解要回来了 直唱清喜剧 疏离抑郁症这些元素应该删了吧 不然全员抑郁不好过神